台南關廟區日照充足 中年溫暖 它雨量分布得非常均勻 盛產許多的農特產品 其中又以鳳梨 竹筍 以及關廟麵最為著名 都在 沒錯 被稱為關廟三寶 而且鳳梨又以肉質細 甜度高的金鑽鳳梨為大宗 年產量是 哇 滴也滴也太好了 這道菜會用到兩個 兩寶 兩寶 對 那兩寶 蕎麥麵跟這個綠竹筍 來囉 菜名叫做 天婦羅雙鮮蕎麥麵 雙鮮蕎麥麵 對 會用這個筍子的鮮 搭配的是台灣很棒的蚊仔魚 很驚人喔 眼睛不要眨喔 計時開始 一開始先燙這個麵 我先放 好 到後面來 綠竹筍現在算是丟席嗎 丟席 這個時候是關廟的綠竹筍 因為關廟很多像關廟麵或是鳳梨 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但是關廟所產出的綠竹筍 它正好是這個季節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口感像水梨一樣 它是很脆爽的 然後它的纖維特別的細節 包括今天用的這個 關廟麵的部分 大家可能家裡戶曉都知道說 關廟就是日曬麵 已經很厲害了 那這幾年來呢 種植了很多的這個蕎麥 那用蕎麥的方式來製作這個 關廟麵 整豬蛋白 整豬蛋白 所以其實它在食用之後非常好 乾煎之後它會 香氣會更突出 那個筍的鮮氣 這算油煎吧 不算乾煎吧 因為也沒有那麼多油 到半煎炸那個程度 那麗乳筍是有煮過的嗎 有 先煮過了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就會加來做這個麵糊 這粉漿裡面有什麼 粉漿裡面有 米酒 冰水 麵粉 雞蛋 就這樣子 為什麼一定要冰水 麵粉裡面的蛋白質 因為溫度 讓它有一點收縮 再加一點油脂 它炸起來比較脆爽 喔 收縮難打 收縮難打油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 這是苦茶油而已 多吃是 對身體健康很好 那我現在會做一點那個 天婦羅的花衣 筍子跟蒜頭 還有蛤蜊的結合 那今天會搭配的是 比較 南部一點的氣息 所以是不是加了破布子 我們今天的 橋外面要煮多久 要煮五分鐘 所以我一開始就放了 好 這個是什麼 辣椒 一起把它爆香 你要脫模是不是 要脫模 小心喔 可以了 脫了 這時候開大火 我們就嗆入這個白酒的部分 也是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先把今天的這個 筍子 把它放到旁邊來 對 剛剛只是一個 先煎過一遍 對 那它表面有產生一些 香氣跟香 香氣 胡椒 好 讓它吃起來待會兒的時候 比較香 倒數 最後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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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麵跟一般的麵條 比起來會比較Q嗎 比較咬一點 最後一點胡椒 鹽巴 胡椒鹽巴 其實不說這個 會不知道說 這是一道台式料理 但其實它是 看起來很像義式手法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很快 它很讚 這個蒜果滿好的 只是以煮義大利麵的概念來煮 就是各種的 比較偏乾沒有湯汁的麵 這個做法很容易實行 你把底打好了 多一點點湯汁 讓麵進來吸收 破在一塊 攪定 鮮菇蘿 雙鮮蕎麥麵 完成 希望大家先吃麵 感受一下這個 日曬蕎麥麵的 迷人的地方 這些先生 你是對他的尊敬 所以這麼大聲嗎 這個麵都要這樣吃了 這水也太甜了 對啊 你們都講的是真的 水梨口感 跟水梨一樣 真的嗎 我不信 瘦低一點 這樣 太甜了